四港連鎬 保利地区出現相當困難的車輪 尤其是這里保利的愛人家車輪量是非常大 只是近年出現有車輪為保利逢鄉出了愛人家以後 不知道要什麼原因 鄉鄉為鄉的這個逢鄉麥久差一點就撞到後面來的客運 好到客運冠金三票沒有因此發生意外 只是這里危險的現象也讓過路人都嚇一跳 哎呦 差點變全航尻到 這樣倒車不太好吧 後面還有公車 快要來了 公車很危險 會撞到 快撞到了 車來車王的愛人家頭 四港連鎬 竟是出現非常客觀的車條 這時有民眾兴車記錄去撞到 一台車輪開出愛人家以後 卻不知道什麼原因開始美國 一路提供愛人家 在出愛人家回到這個路段 後面一台客運 差一點讓美國的車輪撞到 好家財什麼了解 才沒有造成嚴重的意外事故 應該是要開法 開法 開法 至少要開中法吧 因為這個狀況不太好吧 不用這麼趕時間嘛 依照影片中的車輛行駛 到車為已規定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理條例 50條一向二款 到車的時候 為已規定使用燈光 或影響它車後行人的部分的話 處理新台幣600元以上1200元 以下就發緩 這個路段 就在愛人家交通到旅行的事故 方式口處 民眾表示 如果是塞不對路 無論方向就有路口可以回頭 加速客用在吃塞麥克的做法 不顧慮大家行車安全 實在是非常危險 好恐怖喔 對 所以大家是要小心啊 是我就會只走 然後在過頭了之後再回頭就好 自己浪費一點時間的關係 但是大家安全要困理一下 再找下一個路口可以迴轉的地方迴轉 因為這樣才不會造成交通上的雨律危險 如果我是遊覽車上的人 整個假期就被破壞掉了 開座路就只是走啊 就是駕駛 這本來就是一般的 一般我們考交通規則就是要這樣做而已啊 這三保的行動也是不可取的 這樣子的話會妨害到其他人的安全 我覺得也是應該要修法要去做改善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要繼續教訓 就是等到說有什麼問題的時候才來破壞這樣不好 警方表示 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辦法 加速的行為已經違法 警方將會禁忌民眾提供贏 查出加速人來規劃大處法 警方也要承認加速人 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 不能出現危險加速的行為 不然害到自己 別害到無故的車輪 要讓自己吃飯堂 實在是算賣好 繼續王家聖柴鳳報道